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他们请了我还有我们几个人坐在台上也是这个样子 一本正经跟大家讲生活和工作是可以平衡的 我越讲心里越不对劲 晚上回到家我就跟大家道歉 我说假话因为我也没平衡 我是真没平衡 后来我发现真正的创业者是平衡不了的 也不应该去平衡 你如果选择了创业这条路 选择了希望往前走 你就没办法想平衡 你只是把自己把生活和工作 融为一坛之间如何能够里面获得乐趣而已 所以我告诉大家创业是很艰辛的 今天谁告诉我说 我可以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 我相信这是职业经理人 我也不相信他的企业会做得好 我是坐在码头上冲着淋浴的时候都在想工作 我晚上做梦的时候想的也是这件事 但是我觉得快乐 我得到家人的支持 他们也知道 假如我不想的话 他们也会不幸福 他们觉得你每天回到家看着他们就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已经选择了 都是这样 如果你选择了这条路 你要把痛苦这种感觉当做快乐去看 很难分开 I'm sorry 已经在路上了 你就只能走下去了 要不你就离开 我告诉大家 李嘉诚现在还是每天早上忙死忙活的在忙 我以前想过多少的想法 年轻的时候 我学外语 我最大的理想是早上在伦敦吃早饭 中午巴黎吃午饭 晚上到布伊路斯艾利斯沙滩上走走